日本动漫中的穿帮镜头 早已不是观众们眼中的热点 但是每一次回国内 心中都会产生不一样的感觉 特别是那些穿帮镜头中的佼佼者 有的细思则恐 有的让人羞到无脸 还有一些明显的穿帮真心令人尴尬 时下最热门的日本热血动漫海贼王 其实这部动画里的穿帮镜头真心不少 只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海贼的故事 而没有与之较真 但有一些实在太特殊的穿帮 真的不能当作没看到 最典型的穿帮 当然是索隆的分身术 明明前面还在与人刀来健忘 但是一转眼后面 就多出了一位淡定旁观的索隆 这种穿帮真心令观众头大 真不知道是当没看到好 还是提出来大家一起吐槽好 不过我是果断选择的第二种 除了海贼王 女儿岛上的马格丽特 也因为她一次三条腿的穿帮镜头 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如果按照身形姿势 马格丽特原本的两条腿 应该是右侧光着的腿和左侧半公 穿着数条丝袜的腿 但是中间那条 或者说是那头到底是什么呢 迷之尴尬 无脸偷看 作为永恒的热血经典 弄出的人际热度一直吻声不解 但是关于穿帮镜头这事 悟空也是使出了浑身献术 费了那么大的劲 才制造出一个经典的穿帮镜头 樱桃小丸子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呢 曾经的吐槽弟就是说的他 言语犀利吐槽技能点满的他 不仅给人一种这或不好惹的感觉 而且他低头必杀的被动 也真的是要了观众们的老命 看到哪诡异的低头杀后 不知道大家会是怎样的想法呢